来 开始吧 3 2 1 海群哥先来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才是你人生最佳时刻 当然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抠脚趾头 我会给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所有在场的嘉宾的颜值实在是太低了 当然了 这句比较比前面大胜 有吗 有啊 大胜最强多 走心了 没有没有没有 别误会了 我照过镜子我容易误会了 这样的话 注意那一趴的感受 哈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 你应该是站在C位的一哥 那当然了 OK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做歌手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人 但很容易受伤 当然了 那你是不是觉得当歌手是不是很难交朋友 因为假的人太多了 那当然了 你是不是也曾经被自己的歌手朋友上去 我怎么问到这种问题 我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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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嘛 你是不是曾经被做歌手同行伤害过 当然了 OK 那你也有曾经被做同行的伤害过吗 有当然了 那当然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 真的没有绝对的爱情或者友情 当然了 那你心目中的爱情跟友情 是不是 你心目中的 你心目中的 不对 你 你 我换一个问题可以吗 我突然觉得那个没办法走去 对 对 对 那你 你有没有曾经被同行的伤害过 那你也有曾经被做同行的伤害过吗 那当然了 嗯 我刚才问过同样的问题 对 我以为是 怎么反过说这个问题其实是 是伤害过 从心理学的讲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问题走了心 所以就无法进入到下一个问题的模式当中 这有可能是 赵阳你真的演不来 我说你真的演不来 我刚刚有写的表情 就是你就是当你Q到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就是认真的回答问题 我会认真 对 反正我如果不能回答 我就不能骗人 我也不会说 我其实我不骗你们 就是真的我觉得 演艺圈要交到很好的朋友 很真心的朋友 其实是很难一件事情 不容易的 你是不是受伤受得太多 才会说得这样好吗 因为你要想想看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事情 其实就是 其实应该算很多人都知道 闹得很大 然后弄得很大 有一阵子是 就是我们家前面跟后面 都是就是大门口都是狗仔 然后我有大概两个月不出门 都出不去 对 然后就算是去买东西吃也不行 那个时候 雪中送炭的人非常的少 真正在旁边笑你的人非常的多 就看着你跌倒的人很多 我在那个时候 我几乎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温暖 是没有 没有来自演艺圈的温暖 没有 没有 那也会很伤心吧 不然我以为你是我朋友 但是你这个时候肩 常见人生很晚 常常感动 就即使只是一个拍拍你的肩膀说加油 我觉得那都是一个鼓励 就是一种信任的动作 大家不想真的看见有一个人 跟他讲了一句 拍拍他肩膀说加油 他是感动的一切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都经历过很多事项 可是你知道 对不起我想要打断你 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不选择讲 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在草新闻 对 就好比我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会觉得好像是我在草新闻 可是我一直都是被动 因为你讲了我们就得说一说 就是你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怎么会这么紧 自己就直言不会了 把自己的想法或者感受 我 我已经给我自己答案了 有任何在往后有任何的新闻出来 有任何什么什么这种 就是突然跳个热搜或者什么 我都不打算回应 可是有时候你太过分太夸张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些反应 但好像在圈里很少有人这么干嘛 像你这样傻傻的就这么干 我没有傻傻啦 还好 还好是吧 因为我觉得善良是一种选择 没错 所以当我选择善良接近你的时候 那也许你的回应并不是如此 但没关系我看得懂 那我就不要选择不要靠近你就行了 可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去害人 对 对